卡车模型的液压油要不要进行更换 是的要更换 那么换油的周期呢通常是一年以上 当然也跟你的使用的频率有关系 比如说你经常玩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换油的频率呢会高一点 那么换油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是循环换油法 我们先把这个新的液压油添加到油箱 然后进行第一次的放油 放完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添加 往复的循环几次之后呢 以前在液压系统当中的旧的油啊 就基本上能够被全部换干净 现在呢我们全部加入这个新的液压油 加完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性能表现 由于这一次啊我们给这套液压掉地系统 注入的是低粘度的液压油 相对于常用的46号液压油而言呢 它所体现在动作的执行的速度上呢 会稍微的快一点 尤其使用于在冬季使用 比如说您的当地的气温在零度左右的时候 使用这种低粘度的液压油呢 会使我们的液压系统执行起来更加的顺畅 我是机器杰克 感谢您的观看